八章十二节 我们一头读这节圣经好吗 八章十二节 约翰福音八章十二节 约翰福音八章十二节 耶稣又对众人说 我是世界的光 跟从我的就不在天岸里走 必要得着生命的光 我们把它背下来这节 耶稣说我是世界的光 人从我的就不在天岸里走 必要得着生命的光 上一次我说到世界是什么意思 世界是什么意思 世界至少有三个定义 上次我讲过 在这个地方耶稣所讲的世界 这个cosmos 这个世界 是指着这个世界的制度 世界的系统 是指着这个 就是世界上一切的政治 经济文化 什么科学艺术 这些个制度教育 这些都包括在内 这个东西 我们生出来就生在这个 这个东西里面 我们个人也没办法改变这个东西 这个东西后面是一个撒旦在控制 没有听过福音的人 我这么一讲的话 我觉得很稀奇 我们现在要学习 认识圣经的观点 圣经的真理 圣经所启示的 就是这个世界的背后 是啥的 约翰一书五章 约翰一书五章 约翰一书再靠后面一点 帮着了新来的朋友 翻翻圣经 约翰一书第五章 我们靠后面 我们学习翻圣经 慢慢地我们就把 至少把新约圣经翻得很熟 约翰一书五章 五章 约翰一书最后一章五章 十九节 五章十九节 约翰一书五章十九节 说什么呢 全世界都落在那恶者手下 那恶者 指着魔鬼 撒旦说 全世界都落在那恶者的手下 就是都在他的掌握之下 都在他的控制之下 全世界都在他的控制之下 哎呀我这么一讲的话 各位可能心里边有一些疑惑 你说全世界都在那恶者的掌握之下 这个世界有没有好的东西 有啊 你说那教育很好啊 艺术很好啊 对不对 那科学不是坏啊 有很多好的东西 并不是都是坏的东西啊 那你为什么圣经上告诉我们说 全世界都落在那恶者手下 为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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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举一个例子 举一个例子 圣经的意思就是说 一切的科学 科学艺术文化 这些东西都是neutral 都是中性的 都是中性的 但是因为人有罪性 因为人的罪性 这东西一来的话 哎就都败败了 我举个例子 这个天文学呀 是最neutral 对不对 跟我们生命 跟我们善恶 毫无关系的学问 这个天文学到了20世纪的时候 几乎把银河系 跟这个重要的星球 都测量的很清楚 知道吗 进了20世纪以后 有一个问题 我们要研究的 就是什么呢 就是说这个星球的光源 是从哪里来的 为什么这个太阳 经过四五十亿年以后 它还在燃烧 那么它还要燃烧多久 这是天文学家 所要寻求的问题 各位清楚吗 因为寻求这个问题 那天文学跟天文物理学 加上其他的科学 加在近代的是 爱因斯坦的理论 这些东西加在一起 于是研究出来了 研究出来什么呢 在我们的太阳 因为太阳是一个 在全宇宙里面 是一个标准的 是一个medium 在一个星球 刚好一个标本 这个星球 我们研究出了 里边有一种所谓 这物理学家懂不懂啊 热核子反应 Thurnal nuclear 热核子的反应 因为有这个反应的 这个现象 所以它就一致的有能源 好了 这下子就把所有的星球啊 它的这个光源都知道了 不但知道了 这个星球里面的结构 也知道了 也知道了 因为星球的寿命也明白了 所以天文学就一个很大的进步 对不对 到近了二十世纪以后 可是谁想到 这个Thurnal nuclear 这种热核子反应的这个理论 一出来的话 立刻 立刻怎么样 立刻就被人利用造出来 A宝 H宝 就是1945年在长崎光导弹 第二次大战 1945年8月15号结束 就是宣告第三次世界大战的开始 大家拼命的往核子武器上发展 直到今日 全世界 大小国家 那些什么北韩呢 那些以色列的小国家 它也有核子武器啊 加在一起 据说我们不知道 听说了 有多少核子武器呢 现在世界上 我们人类现在有一个本领 能够做到什么呢 这些核子武器 能够使我们 把我自己的地球啊 毁灭四十遍 足够毁灭四十遍 全世界都握在那 恶者的手下 科学不是中性的 艺术是中性的 文学什么什么东西 都是中性的 到了人的手里 为什么变成这样 就是人的罪 看到了人的罪 人的罪是哪里的 后边的撒旦在那读动 全世界都是 后边有一个mastermind 是在撒旦在 管理这些东西 我们不想要这些电脑 这个东西 要它干什么 你不要不行 现在就是一只的 那个死亡的路 我记得我小时候 看过电影吗 很小的时候 六十年前 电影刚出来 黑白片 有一个很有名的明星 叫什么呀 Charles Chaplin 对不对 Charles Chaplin 我有深深的感触 我今天看电影 我不想看电影 我也不喜欢看电影 实在看电影 无聊得很 比起古时候 那个黑白片 刚出来的差得多了 我记得 小时候看的电影 第一个叫做 Modern Times 摩登时代 在我们家里边 大家放的黑白片 我在做小孩子的时候 Modern Times 就是讽刺 也是预言 将来科学 要控制人自己 你给你记得 你没有不信 大概没有看过 那个机器 吃东西 用一个机器 机器结果没吃 机器出毛病了 帮回嘴巴 左右的打 东西也没吃到 诸如此类可笑的事情 就是讽刺 那个时候 他自己倒自己编 我还看过一个片子 叫做Franconstein 这次现在我忘记了 中文字幕翻译 我那是在日本念书的时候 看到 Franconstein 那个更厉害了 那就预测到 将来这个人类 人类所造出来的科技 反过来 要把他的主人毁灭掉 变成了一个鬼怪 一个戴恩 所以 所以 人慢慢的 都看到 神的话 奇怪 这是两千年前说的 两千年前写的 全世界都在 都落在那 恶者的手下 这个教导我们 就是说 我们基督徒 应该明白世界是什么 应该明白世界是什么 当我们信了耶稣以后 得救以后 我们不但是要离开罪落 我们也要离开世界 因为世界 跟神 是反对的 我是世界的光 那么神 跟世界是反对的 神 是世界的光 世界是什么 世界是什么 神是光 神是世界的光 世界是什么 世界是 Dark Darkness 一佛所书 第六章 一佛所书 第六章 新约的一佛所书 第六章 新约的一佛所书 第六章 那么一佛所书第六章 我就找一个小的地方 那在哪里呢 在这个第十一 十二节 六章十二节 六章十二节 你不说六章十二节 讲到什么呢 十二节上 因为我们并不是于属血气的征战 乃是于那些执政的掌权的管辖这幽暗世界的天空属灵气的恶魔征战 这句话是使徒保罗教导我们说 基督徒的征战不是跟人打仗 我们在信了耶稣以后我们跟人征战不是 乃是我们征战的对象是那个灵 那个邪灵 那个邪灵 里面有一句话说呀 管辖这幽暗世界 管辖这幽暗世界 英文怎么说呀 幽暗世界英文怎么说呀 是不是Dark World 是不是 黑暗世界 耶稣说我是世界的光 世界是什么 是黑暗 世界跟神是相反对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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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此圣经上常常教导基督徒 要小心世界 我们信了耶稣以后呢 我们就不要在圣经上 你看我们上一次说过的 我们上一次看过的 约翰一书第二章里面曾经我们看过了上一次 就是说不要爱世界 你还记得吧 神叫我们不要爱世界 不要爱世界 不要爱世界 爱世界的 爱神的心就不在他里头了 所以你看这里 这个圣经上所教导的是什么呢 就是神跟世界是相反的 对不对 现在看到了 神跟世界是相对立的 神跟世界是相对立的 我们再看雅各书 雅各书 新约后面的雅各书 也有一样的教导 雅各书 就是在西伯来书的后面 西伯来书的后面 雅各书 雅各书 第四章 第四章 四章四节 雅各书 新章新约的后面 雅各书 四章四节 雅各书 四章四节 里边说什么呢 说 其不知 与世俗为有 就是与神为敌 世俗 原来这个英文 英文本子都是world 都是世界 中文翻作世俗 翻得很好了 就是世界 与世界为有的 就是与神为敌 因此神教导我们 我们信了耶稣以后 那个跟我们 为敌的那个世界 我们就要离开他了 你看到 世界跟神是为敌 所以保罗在 罗马书里 教导我们怎么样啊 我们应该将 神体献上 当作活迹 下面说呀 不要效法 这个世界 不随从 世界的样式 基督徒 信了耶稣以后 我们不再 随从 这个世界的潮流 你看我们 没信中 以前怎么样呢 我们一切的 思想 言语 行为 生活 方式 都是随从 世界的潮流 对不对 现在流行 什么服装了 又是什么样式了 又是什么 什么东西了 流行怎么样了 都是跟着 世界走 我们信了耶稣以后 不是跟着 世界走 所以我们的人生观 应该有很大的 转变 思想一年 有很大的改变 因为什么 因为世界 跟神 是为敌的 我们信了耶稣以后 我们是属于神的 不再属于世界 我们也看到 在主耶稣跟门徒 最后的晚餐 分别出 最后的祷告里面 他就讲到 再一次的提到 提醒那些个门徒 你们不是属于世界的 我也不是属于世界 你们也不属于世界 所以他鼓励这些个门徒 活在世界上 活在世界上 不属于世界 我们基督徒 就是活在世界上 而不属于世界 好像我们有皮尔 在美国住 我们不属于这个国家 不属于这个国家 一样的道理 基督徒的盼望 我们就是在我们的天上 所以我们在 照顾主耶稣那里 我们是属于耶稣的 我们心中以后 就不再属于世界 以前我们是属于世界了 世界是什么样 我们就跟他走 也换而言之 就是跟着撒旦的意思 行 信耶稣以后 不再这样 所以从前 以前 我们认为 当理所当然的是 现在我们看为犯罪 对不对 以前我们认为 理所当然的 以前认为跳舞了 喝酒了 什么这些东西了 还有其他的事情了 我们都认为 实际上当然的 交集应酬啊 要收手啊 但是我们基督徒就不行了 基督徒做了基督徒以后 就受到限制 的确 人家可以做 我们不能做 不是我们不能做 我们不应该做 因为我们是属于主的 我们的主人是耶稣 主人不是撒旦 不是世界 现在我们看到 耶稣说我是世界的光 世界需要光啊 为什么呀 因为它是幽暗的世界 你不管往哪个地方看 里面都是有罪 我有一个感觉就是 小时候很幸福 读书的时候很快乐 我记得我读中学 也还是糊里糊涂的 很快乐 那里面学这个 学物理学化学 学什么 很有兴趣 一进了社会 大学闭了眼 一进了社会 糟糕了 看到很多东西 隐藏在世界里面的 是我以前所不知道的 原来人是这么坏 世界是这么坏 你们有没有这种经历啊 有没有这种感触啊 人心也是这么坏 世上的事情 也是这么多坏事 我们所不知道的 北京有一个 我从前住在北京的时候 北京的有一个戒严总数 戒严总数 你知道什么叫戒严吗 牙片啊 戒严总数 你知道戒严总数 你干什么的吗 卖牙片的 这个东西 我们念书的时候 哪晓得 哪晓得 不晓得 不晓得 我是举一个例子而已 时间也是有 我们越深入地看 越看到这个世界的真相 世界是黑暗的 全世界都握在那 恶者的手下 什么叫全世界 人也包括在那 所有的人都包括在那 所以人也都在那 握在那 被那个撒旦掌握 人被撒旦掌握 这是圣经教导我们 我们没信主以前 我说我们自己 没有信耶稣以前 也不是很坏的人 也没有犯什么大罪 但是基本上 我们这个人的人生观 一切的思想 都是受撒旦控制 你看一佛所书怎么说呀 第二章 一佛所书第二章 好 很重要 这里讲到我们人 讲到我们人 特别讲到一个人信耶稣以前 跟信耶稣以后 有什么区别了 那信耶稣以前 你是怎么个样子呢 我们信耶稣以前 究竟是什么样子呢 在这里给我们写出来了 一佛所书第二章 二章 第一节 你们死在过犯之中 这个词是过去世的 是不是过去世 是不是过去世 是说我们从前 没有信耶稣的时候 我们死在过犯罪恶之中 他叫你们活过来 神叫我们活过来 第二节 那个时候 就是从前 我们没有信耶稣的时候 我们是怎么样的生活呢 你们在其中 行事为人呢 随从今世的风俗 对不对 随着世界的潮流啊 随着世界的潮流 世人要什么 我们就要什么呀 世上人追求什么 我们就追求什么呀 底下怎么样 顺服空中掌权者的首领 就是现今在 被你之子心中运行的邪灵 这里讲到什么 讲到顺从邪灵 看到了吗 看到了吗 因为我们没有信耶稣的时候 顺从 有的翻译本子是be control 被那个邪灵所控制 我们自己不知道的 我们年轻的时候 有很多的理想 和有很多的愿望 和有很多的高尚的目标 不晓得自己想要那些东西 不晓得后面有撒旦跟着 在后面推着 我们也不晓得 为什么追求那些东西 所以这里讲什么 当我们新耶稣 在我们新耶稣以前 就是被那个 空中掌权者的首领 就是呢 运行的邪灵 邪灵 就是魔鬼 就是撒旦 我们被他控制 顺服他 以前是顺服他 所以我们信了耶稣以后 要脱离他的辖职 人信了耶稣是什么意思 人信了耶稣 人信耶稣是什么意思 有很多的意思 其中有一个就是 脱离撒旦的控制 石头行传二十六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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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十六章 十八节 石头行传二十六章 十八节 二十六章 十八节 这里讲到 信耶稣是怎么样 信耶稣是怎么样 信耶稣是从一个状态 变成另外 脱离一个状态 进入一个状态 信耶稣是怎么样呢 十八节 我猜你到他们那里去 要将他们的眼睛到台下 从黑暗中归向光明 世界不是黑暗的吗 以前的生活是黑暗的呀 都归向光明 有一个改变 那信耶稣有一个改变 是吧 第二个改变是什么 接着从撒旦拳下 归向神 撒旦的拳势 撒旦有拳势在我们的身上 我们没有信耶稣的时候 他管着我们 他管着我们 我们为什么那样思想那样做 我们自己不知道的 有一个主人管着我们 没信耶稣的时候 那个主人就是撒旦 他管着我们 你看撒旦拳向 信耶稣的第二个改变就是 从撒旦的拳下 归向神 归向神 神带我们救出来 两条大道 从这边 带我们搬出来 这迁到爱子的国里 是不是 脱离撒旦的权势 所以说 世上的人 全世界都握在那恶者手下 世上的人 你我在内 我们没信主的时候 也都是在撒旦的权势下 都是 欲身为敌了 没信耶稣的时候 都是欲身为敌的 所以我们传福音很不容易 传福音 人心里面就抗拒 你传福音 人心里面就抵挡 这就是很奇妙的事 他自然的抵挡 他自然的就反对神 人生下来 一个天然的人 自然反对神 从前我们一席耶稣的时候 像我传福音的真是难的 我跟圣经试了三次 人家给我买 花钱买了最好本子的圣经 最漂亮的 英文的圣诗 我喜欢英文 哎呀我都把他撕得粉碎 气得很 莫名其妙 就是莫名其妙 告诉我 因为人不知道 一个天然人就是 与身为敌 知道吗 与身为敌 因为后面有别人 管着他 所以我们在那个时候 都是与身为敌的 那么信了耶稣 所以我们这个 人生观就是要改变 我们对世界的看法要改变 信耶稣以后 我们对世界的看法要改变 我听还有很多人说 欧美的国家是基督教国家 所以人家比较好 我们比较不行 欧美国家是基督教国家 我否认这种说法 这是我自己的看法 各位不同意 我否认欧美是什么基督教国家 不可能有基督教国家这种事情 信耶稣就是你信耶稣 他信耶稣 他信耶稣 不是说这个国家 信了耶稣 没有这回事 其他的教友 回教友 回教 比方说 整个人民族都要信 不信的话就不行 或者其他的宗教 也有这种情况 但信耶稣不是 信耶稣 耶稣的神 我们在退休会里边 上次 唐靖的回牧师 讲了一句笑话了 他说 神只有儿子 没有孙子 神只能生儿子 不能生孙子 化而言之 什么意思 生儿子什么意思 你直接跟他的生命 发生关系 对不对 儿子 儿子跟他的爸爸 是直接发生过去 孙子跟他爷爷 没有直接的关系 没有生命的关系 如果说 我生在这个家 我家的是基督徒 你信主了没有啊 这个人 信耶稣的 你永远过来做礼拜 我自问他 你是不是信主啊 他说什么 我爷爷是牧师 我爷爷是牧师 他就证明他 他有这种 有一个 很好的一个资历 好像 但信耶稣不是讲资历 也不是讲什么 是讲你跟神中间的生命 对不对 我们信了好久啊 基督徒啊 很可怜的 可能还没有生命 你可能忽着忽着的信 还不知道 你要跟神自己 接上 给耶稣自己的 那个光 那个光啊 你要跟他接上 有没有接上 所以说这个基督教国家 是不成立的 这个牵涉到文化的问题 澳美国家 他是有很多好的东西 因为他们祖先 接受过基督教 那么这个国家的文化里面 有一些成分是好的 一些好的东西 那我们不否认 但是像美国 像欧洲 几个国家 他们的文化 基本上 基本上 他们是希腊罗马的文化 是希腊罗马的文化 不是基督教的文化 里面有一点基督教的成分 很多人说 要说基督教 与中国文化 要怎么样协调 考虑到 说基督教跟中国文化 如何的协调 在我的看法 世界所有的文化 都是人的文化 跟神的道 完全是背道而驰 东方文化也好 西方文化也好 都是人本主义 humanism 人文主义 都是一样的 什么叫人文主义呢 就是标榜人 标榜人自己 我们中国儒家 是不必说的 是最标准的人本主义 儒家的思想 所以我们中国人 信耶稣很难 信神很难 人最大 以人为本 西方的哲学是一样 你今天美国的思想是什么 就是个人主义 就是物质主义 唯物主义 科学至上主义 高举人的智慧 人定可以上天 美国不是这样吗 所以大陆也是一样 跟着走了 要向钱看 那就是唯物主义了 这个有人说 共产党啊 他不要神 那资本主义国家 要不要神 照样是不要神的 他要钱 要钱 要科学 所以人类的文化 就是抵挡神的 都是抵挡神的 说来说去 世界 跟神 是不两立 世界上的政权也是一样 不管什么主义也好 标榜什么制度也好 跟神 都是对道而驰 你看诗篇里面 第二篇 讲得很清楚 这个世界 跟神 有什么关系 诗篇的第二篇 旧约的诗篇 一本圣经的中间啊 诗篇的第二篇 诗篇的第二篇 说外邦为什么争闹 万民为什么蒙算虚妄的是第二篇 世上的君王 第二篇 第一节 诗篇第二篇 第一节 世上的君王 一提起来 臣载一同商议 要抵挡耶和华 并他的受告证 世上的君王 Kings 你看英文文字上 一切的君王 每个国家的首领 君王也好 总统也好 什么 袁帅也好 下面 陈宰是什么 英文的翻译 有的本子说的 所有的统治者 不管你什么政权 什么国家 所有的统治者 下面怎么说呀 一起起来 一同商议 要抵挡耶和华 是抵挡神 就是要抵挡神 不管你是什么人 全世界的政权都是一样 基本的性质都是一样 普通的时候啊 他们厉害冲突 资本主义跟共产主义 厉害冲突 就是在那边 拼着你四个活 但实际上 在别的方面 他们是有共同点的 一党神是大家一致的 耶稣说 我是世界的光 世界需要光 为什么 因为世界 是在那 恶者的掌握之下 是黑暗的 世界是黑暗的 撒旦被称为 这世界的王 这世界的神 世界跟光 是相反的 世界的特征是什么 光 世界相反的 就是黑暗 所以世界就是黑暗 这个光就是生命 所以世界的道路 就是死亡 光里面就是真理 世界就是虚假 就是欺骗 就是诡诏 光就是爱 世界上有没有爱 就是仇恨 完全对立 所以人 人整个的世界 在这个黑暗的 势力的统治之下 人只有一条路 人只有一条路 因为黑暗的 这个世界里面 人最后的路是什么 真言书十四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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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十五节 这里怎么讲呢 十四章二十五节 有一条路 人以为正 至终称为 死亡之路 这条路 人以为正 所有的人都认为 他自己的那条道路 是对的 因为都在世界的 峡险之下 碰走的 通常是一条路 这条路 至终称为 死亡之路 世上的路 就是死路一条 以赛亚书里面说 世人都如羊走迷 如同羊 圣经里吧 我们没有认识 耶稣以前的人 比作羊 是什么羊啊 迷路的羊 没有目的 没有方向 他自己不知道 往前跑 不晓得 往哪里去 也不知道为什么在跑 偏行极路 这四个字最好 以赛亚书五十三章 你告诉我 世人都是如羊走迷 偏行极路 不必用此为 我信耶稣以前 这四个字 就可以说明 我的生活是什么 偏行极路 我要什么 要怎么走就怎么走 我要做什么就做什么 虽心所欲 任意妄为 这就是人的路 人的道路 所以现在耶稣说 我是世上的光 我是世上的光 这个光 这个光 已经照在世界上 两千年前 这个光已经来了 耶稣基督 已经来了 你看那个希伯来书 好吧 希伯来书 第九章 第十 第九章 西伯来书第九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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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已经来到了 这是一个历史的事实 两千年前这个人 这个神的儿子已经道成若生 来到世界了 已经来到了 已经来到世界 真光 我是世界的光 当耶稣在约翰福音第八章 十二节那里说话的时候 他是站在圣殿里面 站在圣殿里面 那个说话的 就是这位神的儿子 他已经来到 已经在世界上 他自己说 我是世界的光 光已经照在世界 我们读约翰福音还记得 开头的时候第一章已经讲到 你记得吧 耶稣就是光 道 道是什么 生命在道里面 这生命就是人的光 这光是真光 能照亮世界一切的 世上一切的人 光已经来到世界 第一章 第九节 第十节以下 来到世界 世人的反应是什么 光来到世界 世上 世人有两种反应 耶稣说 我是世界的光 光照到世界上来了 照到这个黑暗世界上来了 光已经来了 世人的反应是什么 两种反应 一种呢 多数人 就是怎么样 约翰福音 第一章 十节 十一节 第一种就是这样 约翰福音一章 十节 十一节 也是我们从前不信主的时候的反应 我们听到福音以后的反应 是怎么样的 第十节 他在世界 世界也是借着他照 世界却不认识他 光来了我们不认识 底下十一节 他到自己的地方来 自己的人都不接待他 最要的不接待 不接待 不接受 不接受这个光 约翰福音到三章那里 更说什么呢 世上人 不要光 反倒恨光 恨光 暗跟光是相反的 黄一照的话 暗了就受不了 是不是这个样子 假定半夜时候 到你家的这个 这个房子那个小树的旁边 里面也有个贼的话 假定说有个小偷 要进去偷的话 你那手电筒 或者门灯一开的话 怎么样啊 他要不要光啊 他喜欢不喜欢光啊 他恨光 对不对 你光会把它照出来 真是这个样子 我们在黑暗里面行 一个罪人的时候 有光来了 抗拒 约翰福音第一章还好 后边接着说 接着说 十二节就说 凡接待他的 感谢神 还有一部分人要接待 有一部分人要接受 我从圣经 整个的新约圣经里面来看 我的看法就是 信耶稣的人 永远永远是少数 是少数 不可能是多数 整个圣经 整个新约圣经里面告诉我 凡接待他 有几个接待他 一个教会里面也是一样 一个教会里面也是一样 一个教会里面有很多的问题 很多的麻烦 很多的不对的人 但是这个教会里面 也有几个 那忠心释放主 爱主 也是有的 世界上也是一样 多数的人都是抗拒这个光 但是还是有信耶稣的 不会断的 十字架永远是照耀的 今天从日出之地到日落之地 一天到晚的话 教会都是在那里 教会是越穿越多 人间的全是不能胜过 不能胜过教会 但是说 教会在地上不可能是多数 不可能是多数 所以我们做基督徒也不要往周围看 你往周围看 救灰心 哎呀他们都那样 我们做基督徒 我们做基督徒 究竟是干什么 做基督徒这条路是不好走的 为什么要做基督徒 但是主问我们 我们是属于他的 圣经教导我们 我们是属于耶稣的 不是属于世界的 世上有那种的反应 今天就是说 耶稣把福音 给我们 教导给我们 把这个国王告诉我们 叫世人有所选择 因为耶稣没有来以前 人只有一条路 人以为正 至终成为死亡之路 耶稣来了以后 就有两条路 人就要选择 人就要选择 所以今天我们也是把 那些还没有认识耶稣 不信主的弟兄姊妹 把这个信息 带到你的眼前 你看见 我们自己应该做一个决策 今天我要记得一件事 就是每一次 你们提醒我好了 每一次我们要看一看 有没有新来的朋友 我都忽略掉这件事 今天有没有第一次来的朋友 第一次来的朋友 我们来认识你一下 那你贵姓呢 姓潘 潘三千水的潘 你从哪里来 从什么地方 从中国哪一部分 台湾 从台湾来 在这里很久了 在六年 你有没有签留个名字 谢谢宋妹妹 欢迎你来 还有没有第一次来 有没有第一次到这个 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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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 最好 都请你留一个名字 我们好想看 想到你 或者有什么事情 可以跟你们联络 感谢主 让我们现在一起祷告 做接受祷告 请张天仙姊妹 带领我们 从我们接受的祷告 千天的千就结束 对我们谢谢你 主啊 我们看见 主啊 你是这个世界的真光 主啊 全力给我们智慧 给我们聪明 拿去我们的愚昧 主啊 让我们认识你 主啊 让我们不要随从世界的情欲 主啊 我们求你 主啊 帮助我们 让我们在言语行为上 为你做美好的见证 主我们将下面的聚会 也放在你的手中 求你带领那些 新来我们中间的人 主啊 求你自己的智慧 向他们彰显 让他们更加认识你 我们这样祷告 我们感谢耶稣记同意 阿弥陀佛 好 谢谢各位 这都签了牛了吧 哦 签了牛 哦 周厉兄已经到了 哦 哦 谢谢 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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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